冰金季 冰民生 发现金 所以说拒绝签字之后 国民党再突袭 要求先审查 普发现金六千元特别条例 朝野协商双方吵群团 总议上卡关明知 特别条例省了 年前也发不了钱 但绿营只能退让再次演会 国民党跟我立场也不一样 国民党比较倾向闹记 烈闹记 你什么你才是闹绝诊下 我现在要先收回 我们先用喜剧来收场 来历各有盘算 原本可能在修会之后 进行的输回总则时间 也跟着忘口言 有关内阁的事情 总统已经一在明百说 在丽瓦院会期结束后 就会跟外界报告 根据最新民调 苏回不满意度高达57% 超越满意度 内阁改组声浪高涨 苏回被交棒派系内斗 带风向传出书系剑指 郑文灿 执意他选后动作太多 我今天早上才跟文灿市长 通了电话 两个人看到报纸的 共同感想都是哈哈大笑 这种报纸捕风捉影 见风插针的文章 我们都很习惯了 笑笑就好 党内竞争难免 但是放话的风气 确实不应该 在此时时刻来助长 民进党世代交替前夕 善于欲来 提问新闻 吴奎言 华笑评 林嘉惠 李平一 SNG小组 台北高雄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 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